跟大家分享Tweet有關中國的造船能力 中國海軍有五項優勢 美國無法望其航背 中國造船業規模世界第一 只能造十萬噸 航母船台有五十六座 能夠造驅逐艦的船台有上千座 有經驗的造船工人和研發人員百倍於美國 一年的生產量比美國整個二戰時期的船 建船的生產量還要多 整個美國只有一座可以造十萬噸航母船台 和兩萬多個造船工人 中國的形勢大好 第二就是中國的戰艦造價只有美國十分一 美國不把軍費增加十倍 也即是要達到八萬億 是無法生產出 同樣數量的軍艦 中國海軍建造時間只有美國幾分之一 領鵬鵬驅舵艦從下水到量產三年 美國的朱母玉爾特級已下水十年 仍然在困惑之中 002號航母從量上百分之一 不過五年 福特號航母噴上百分之一 十多年 現在還未複製 原來福特號未複製 他猶豫跳到第四 首五 中國主力建嵐平均年齡5至5歲 美國大部份的主力建嵐已經服役20年 在康德羅加級的長嵐設計壽命為30年 現在已經用了35年在新建建造速度上 在趕不上老建的退役速度的現況之下 未來美國海軍艦艦的數目只會下降至250艘 時間在中國這一邊 這是第四 已經變成了 中國要做軍艦 中央一聲命令就可以了 美國自使的國會上炒上一年 在一界政府可能會全盤推翻 總之當前只要中國海軍在它的海岸 一千百里範圍之內作戰 就會對美國有壓倒性的優勢 而十年之後美國海軍住了幾大規模 就要看美國經濟了 蘇聯和英國海軍曾經是何其龐大 但沒幾年就沒有了三分之二 原因是沒有錢 有人指出中國海軍的優勢 但海戰是打不過美國的 我奇怪為何會這樣有結論呢 海戰要看戰鬥地點在哪裏 在中國近海域 美國來多少都會被殲滅 另外美軍下死命令要求六年內 裝配反戰的高超音速導彈 而中國英擊二十一已經列裝在零五五上面 美國列裝次類武器之前 中國在海戰上有單方面屠殺的優勢 你看看還有什麼 這個應該是二十六年之後 中國又有新一代的進攻武器 你說如果德國的發動機一停 那不是做什麼呢 你說的是德國的MTU發動機 是早期的052D之前的試 055搭載的就是四台 GT2500燃氣輪機 這個輪機大功率的艇上用的燃氣輪機 放在全世界 目前只有四個國家能夠獨立完成 就是美國、英國、烏克蘭和中國 而GT2500的燃輪機 是中船重工730鎖 聯合中航430鎖 和哈爾濱燃氣輪機廠共同研製生產 完全各層化 不用怕 我的引擎我自己搞得行 有人希望他將疫情英文 不要 疫情英文被人知道 他們那些鬼佬不懂得看中文 美國製造業自己搞死 玩金融 但老美底子還很好 可以讓他做局 好像做局作話 美國 不發展軍事 我們還要追20年 但真的打起來 也不怕 我們的鋼鐵生產能力 是美國的十幾倍 而且我們有完整的工業體制 所以第一人說 說有沒有用 都沒有打過仗 幸好中國沒有打過仗 但要打起來 我絕對相信軍演是有用的 中國的軍隊 也不會是一個怕死的軍隊 所以打起來 中國絕對不輸 而且在中國沿海 根本就不需要用海戰 陸上那些火箭軍 已經可以把你們那些 美國那些南正打到一旁一旁 所以我不覺得 美國有膽在中國附近 真來真 來遊船河就可以 真的要打起來 我想他們第二島鏈也守不住